大家好,欢迎来到心事一章,我是口口 男人必学的三个前戏技巧,让女人爽翻天 很多人都不知道夫妻生活的一个前戏有多么的重要 可以说前戏是决定性爱质量的一个好坏的 因此聪明的男人都必备不少的一个前戏技巧 总是能够在还没有进入之前就能够让女人爽翻天了 那么前戏应该怎么做呢 下面就简单的分享了几种,让你彻底的去征服它 第一种就是动手抚摸它 在性爱前都会先动手 然后不仅是动手脱衣服 其实性爱丰富的男人通过双手就可以让女人达到一个高潮 那么前戏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通过手指来抚摸 胸部,大腿的一个内侧,还有外阴以及腹部,腋下等等 伴侣可以利用手指在女人的一个全身游走 又或者是针对其敏感的一个部位按摩抚摸 第二种就是闻起信誉 做前戏不仅仅是动手也要动口哦 亲吻是性爱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但单单想着接吻就是大错特错了 会前戏的朋友会利用嘴巴将女人全身吻个遍 尤其是耳垂颈部,乳房还有湿处等等 用口亲吻伴侣的敏感地带 即使下半身是最敏感的 第三种就是让她帮忙 想让女性在性爱中更加的放飞自己 前戏的时候就要开始让她主动 你可以让她握住你的一个阴镜 或者是用嘴也行 男人的一个阴镜会让女人有视觉性的一个快感 让她自己将阴镜放入自身的一个四处 这样就更能够激发她的一个信誉哦 其实夫妻生活中有五成以上的性爱都是不完美的 要么是才挑起性欲就结束了 要么是正处于嗨的一种阶段 不然就已经结束了 其实男人的高潮时间点不同 女人的时间会比较慢一点 因此前戏就体现她的一个重要性了 那么想要你们的一个性生活更加的有质量 让伴侣不会去找别人 那么以上几个前戏的技巧一定要必学哦 今天我们分享的一个话题就聊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记得帮忙点击订阅点赞加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咯